那燈的右邊呢? 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 那燈的右邊有一個開 那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按鈕下方有一個光繪模式的按鈕 那我們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 那我們 那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開機按鈕下方有一個光繪按鈕 光繪按鈕就是你按下去它就會洗掉 那你放開它就會照 那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按鈕下方有一個光繪按鈕 光繪按鈕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你不用開機關機開機關機 如果你會需要 那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開機按鈕下方還有一個光繪按鈕 我覺得還蠻特別 就是我們按下光繪按鈕它就洗掉 它放開我們又持續照明 所以你就不用 那我們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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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按下去 那我們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把我們的燈開啟 那我們燈 那我們燈 Jesus Christ 那我們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燈 What the heck 那我們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完之後 我們下方還有一個光繪按鈕 那我覺得這還蠻特別的 就是你按它它就會洗掉 那你放開還有照起來 What the heck 那我們燈的右邊 那我們燈的右邊有一個開機按鈕 我們長按就可以開機 那我們開機完之後 我們下方有一個光繪按鈕就可以作用 那光繪按鈕就是你按下去 它就會洗掉 那你放開就會又亮起來 所以你在光繪彩繪的時候 長時間曝光 你就可以這樣子開開關關 然後來畫你想要的東西 而不用去開關你的電源 或是調整你的亮度 我覺得這還蠻特別的東西 在其他的燈是沒有看到這種東西過的 那最後 那右手邊最後還有一個Type-C充電 那最後 那我們燈最後 最後 右手 那右手邊還有一個Type-C充電 那右手 那光繪按鈕下方還有一個Type-C充電孔 那光繪按鈕下方還有一個Type-C充電孔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操作部分啦 所以我們所有操作 我們所有操作都是右邊 那這整個操作 我們所有操作 我們所有的操作都是用後面這兩個旋鈕 我們所有的操作 在這燈上面所有的操作都是用後面這兩個旋鈕來做控制 那我們的右邊這個主要就是調亮暗明度的部分 那你按下去的話 你可以切換不同的模式 像是CCT模式啊 那像是CCT模式 像是CCT 像是CCT模式啊 燈泡故障模式 像是CCT模式啊 燈泡故障模式 顏色輪迴模式 警察燈 有CCT 有CCT模式啊 有CCT模式啊 故障燈泡特效 色彩輪迴特效 警察燈特效 有CCT模式 所以我們有 那左邊這一個旋鈕 左邊這一個旋鈕主要就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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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這一個旋鈕就是在那一個模式調整一些參數 左邊這一個旋鈕就是在 左邊這一個旋鈕就是在控制 左邊這一個旋鈕就是控制你在那一個模式裡面 左邊這一個旋鈕就是控制你在那一個模式裡面的細微調整 像是我們在CCT模式我們就可以調整我們的色溫 還有我們的Green跟Magenta 綠色跟楊紅的調整 我們在這個旋鈕都會使用 紋路上的旋鈕 然後就在這一個旋鈕 然後就在這一個旋鈕 然後就在那裡 雖然有很多旋鈕 然後就在那裡 好,那我們就來深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深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它到底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Pullin V2到底有什麼 登登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Pullin V2到底有什麼功能可以來設定 那我們先從CCT模式開始 那我們CCT模式我們最低可以到3200K